大家好,我是周敦玲,周老师 康轩全新版本的注音教材大口袋系列 就要跟大家见面了 在可爱书页背后藏着许多教学者设计的巧思 让我来告诉各位吧 首先打开课本 你会发现这套教材符号的标示 怎么是不同颜色的呢 是的,我们的生符用红色的 孕符用绿色表示,衣、乌、淤 这三个介符用蓝色 结合孕则是用橘色 不同的颜色区分不同性质的符号 让学习者能够熟悉符号的分类 颜色标示的方式与康轩版手册是一致的 将来我们的小孩进入学校 看到注音符号就会像看到熟悉的老朋友一样了 其次,各侧学习目标明确 以螺旋式的方式编写 每侧逐渐加深学习内容 符合从小班开始到小一之前的注音学习活动 以下,我简单的介绍每侧的编写与学习重点 第一、二侧是相同的 融入一个可爱的小超人设计 以符号的形状为出发 加入词语寄送儿歌 重点在认识37个注音符号 第三阶,课文页面呈现一组可以拼读的升符与运符 巧妙地把二拼的概念融进里头了 本侧的学习重点放在加深对注音符号的认识 第四阶,课文页面直接呈现一组可以拼读的升符与运符 活泼的课文耳歌穿插在这组符号的学习里头 目的在巩固熟练符号 并且建立结合运的拼读基础 第五阶,每课的课文可是一则一则的名语呢 这一阶的学习重点在熟悉注音符号的拼读 并且建立简单的阅读基础 第六阶,这一册每一课都是一则耳熟能详的故事 所以在这一册里头可以学到所有的注音符号 包含结合运 目的在精进注音符号拼读的能力 培养主动阅读的兴趣 实用的教材除了编写逻辑要非常的清晰 能够帮助孩子学习之外 相关的配套设备也要齐全 搭配各册的教材,除了基本的光碟 可以帮助孩子在家复习学习的内容 还提供了符号卡,词语小书,拼读小书等 功能多元,好玩,又能够让孩子主动的去玩 去尝试,去拼读 可以说是一套非常符合孩子心理的注音教材 也是最符合十二年国教精神的教材 相信这套全新的注音教材 一定能让教师得心应手 让学生充分活用注音符号 从中得到诀窍,活用这项工具 在他们之后要阅读与写作 都有一个很好的阶梯 通往那一道阅读写作的大门